走进重庆之巅 云中漫步 云中飞跃 这里的天台晋升云端顶流 会有很强烈的施重感 在重庆感受城市魅力 体验城市之巅的心跳刺激 景观商圈 文创公园 特色街区 无一不是年轻人潮流的聚集地 麻花博物馆 川剧变脸 重庆1949 在此气口老街感受历史与现代交融 防空洞火锅 防空洞书屋 特色消费五花八门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2024中国魅力街区展新亮相 这里有科技感十足的智慧商圈 这里有脑洞大开的创意市集 最具活力的消费新场景 最引领潮流的网红打卡地 我们最想体验的就是创新型文化 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国庆特别节目 2024中国魅力街区 创造消费新动力 树立城市新标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特别报道 2024中国魅力街区 今天我们走进重庆 重庆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这里有独特的山川格局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里有八地魔幻赛博朋克 这里是火锅之城 更是桥梁之城 当然来到重庆 江崖街洞天等彰显 八域文化特色的消费场景 也非常值得您注足打卡 是的 春雨 来到重庆 山即是城 城即是山 重庆作为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培育建设城市 近年来也在打造消费新场景上 持续发力 业态换星升级 体验加速迭代 玩法日趋多元 这次来到重庆 一定会让你有一个 不一样的消费新体验 解放碑朝天门商圈 是重庆最具代表性 也是最热闹繁华的 商业中心之一 这里不仅是一个购物圣地 还是一个时尚前沿 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最近几年 解放碑朝天门商圈 通过打造新消费场景 天台经济 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好玩地 打卡魔幻的八地重庆 就从上天入地的探索舱开始吧 快走 快走 感觉刚进到这个里面 就像是进入了时光隧道一样 好有科技感啊 穿过充斥着神秘诱人的 魔幻三地时空回廊 乘坐电梯走进250米高空上 也就真正进入了太空舱 感受天台经济 当然不能错过国内首座 横向摩天楼高空步道 380米环形高空悬空步道 云中漫步 在这上面还设计了多个拍照打卡点位 供消费者选择 我们现在已经做好所有的安全措施了 可以看到 在我的周围除了这个锁以外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看这边 我现在在250米的高空啊 下面就是你看这个建筑 这个楼房什么的 那感觉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不过在这儿呢 也没有什么腿抖啊什么的 反而是特别的兴奋 想要赶紧去打卡 那我们赶紧去打卡吧 踏入380米的悬空步道 感受凌空漫步中的心跳狂飙 行走于天际的边缘线上 不只有心跳加速 更有美丽的风景相伴 让人情不自禁地 就想多拍几张照片 如果您觉得这还不够刺激的话 西南首个城市高空江景秋千云中飞跃 是您绝对不可错过的体验 第一下的时候 在下落的时候有点紧张 值得一来吧 能够感觉一下子就是一种失踪感 第一次很吓人 我觉得还非常推荐 好玩 就很刺激 对 喜欢刺激的 应该都可以推荐这个 秋千在云端滑下浪漫弧现 刺激与享受 在这一刻交织碰撞 飞出去的那一刻 第一下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害怕 然后呢会有很强烈的失重感 但是呢这个秋千嘛 因为它的强度是逐渐的减弱的 所以说在后面的时候 整个人是非常放松且舒适的状态 感觉我整个人都在欣赏 我面前的这一片江景 除了有刺激的游玩项目以外 在西部之巅WFC惠仙楼观景台 您就能够欣赏到 在海拔590米高空的绝美风景 俯瞰嘉陵江与长江交汇的鸳鸯锅场景 在天台131 您能感受到极休闲 娱乐 文化 消费于一体的城市空中乐园 在天台开音乐会 您敢相信吗 随着云端漫步 云中飞跃等新消费场景的出现 不仅改变了大众 对于重庆组成的固有标签 还让解放碑朝天门商圈中的 多个城市天台 纷纷开启卷王模式 个个晋升云端顶流 争相成为观赏渔中半岛 俯瞰山城美景的最佳几位 近来服饰商场这一个城市天台 今年前八个月 营业额同比增长超过30% 总客流同比增长了28% 这里就是国内首个 城市自然共同体商圈 光环购物公园了 没错 在这里您就可以体验到 把公园搬进商场的快乐 这里有山有树有水 还有一些恐龙或者是鸟 感觉就跟我穿越回了森林里一样 光环购物公园打破城市和自然的界限 让人 自然 商业 充分融合的新消费场景 带给城市更多的生命力 聚合力 灵感与趣味 为消费者提供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 在光环购物公园当中 就有不少拍照打卡点位 室外坐落着一个15米高的 巨型松鼠闪闪 作为光环购物公园的吉祥物 它高高跃起的模样 像是挥手打招呼 邀请顾客一同穿梭山林 享受自然 不过最吸引人的 还是国内罕见的市内温室植物园 木光森林 木光森林构建跨七层 拥有高42米的立体垂直景观 引入近300种热带雨林植物 悬浮森林花枝曝谱 三大主题场景的12处互动打卡景点 也不断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 目前日均客流量已超过10万人次 当然光环购物公园出圈的原因 绝不仅仅只是场景创新 智能化设备的引入 也做了不少贡献 陈玉 你能想象在一边逛商场的同时 还能免费打篮球吗 可是咱们没有带篮球怎么打的 你看那里有一个篮球免费租借轨 这么智能的吗 现在也就是说 我直接拿出手机扫一个码就可以了 没错 你不兴趣试试 通过扫码 消费者就能够免费使用 两个小时的篮球 同时还能将自己带的手机 钱包等随身物品 放入柜中暂存 实现了让篮球爱好者们不到一分钟 就能体验到在免费的场地打篮球的快乐 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布局 通过消费 活动与社交聚合年轻人 让空间真正动起来 这是一家以鲜花为主题的餐厅 在这里吃饭 仿佛置身花的海洋 舒适的环境 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 因为女孩子都爱拍照 这个家店的话 这个地方我都觉得挺漂亮的 整个跟我朋友一起进来 感受一个花的海洋世界 就确实挺不一样的 这家餐厅既有绿纸点缀又有输海氛围 更有不断更新设计的插花 在不同时节用不同花种创造不同主题的花卉作品 让消费者在置身舒适自然的同时 还能感受四十更替 消费者也可以在这里购买一束自己DIY的鲜花 真是仪式感满满呀 在重庆有一片砖红色的老厂房 斑驳的外墙 生锈的铁门和吊气的扶手 相配着充满视觉张力的彩色墙面 赛博朋克风格的灯带字体 各类精美独特的文创小店 构成了一幅时光交错文化碰撞的奇特画面 仿佛过去 现在 未来 再次对话 在二场还有一些鲜为人知 但拍照非常出片的新消费场景 比如这个无边泳池餐厅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促进消费 店家还同步推出了水上扶栏下午茶 无边泳池搭配城市天气线 一边看风景 一边品美食 别提多惬意了 这是一家专注城市味道香水研发的店铺 重庆系列的每一款香味 都有属于它的独特含义 我们是根据重庆的人文 历史各方面的 还有环境来研发的 比如说朝天门这一款商 因为朝天门它是刚好在两江汇河的地方 嘉陵江和长江 所以我们就做了水 江水的味道 您可以试闻一下 这闻起来感觉很清新 就像你站在朝天门的那种感觉 你就算不在重庆的时候 你去西安也好 武行也好 你闻到它就会觉得 那时那时那刻我在重庆朝天门的感觉 近年来 二厂不断地从老旧厂方向文创公园转型创新 成为了年轻人最喜爱的潮流园区之一 去年23年我们年底的统计 我们的颗粮量在750万左右的 全年的这种量 整个的营业数字在1.4亿左右的营业额 重庆这些年成为了年轻人 争相来打卡的网红城市 特色的商业街也不在少数 它不仅是消费的场所 更是城市文化风俗的展示窗口 当我们走进紫薇路商业特色街 市井烟火混搭时尚潮流 万妙的文艺感和老重庆的市井烟火器 撞了个满怀 这条街呢 其实也是老旧社区改造的 别看现在周边的这些店铺 装修的这么华丽 但是您敢相信吗 在过去 它也有可能是一家气修店哦 而在这条街区上呢 也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餐饮店 是的 比如说意大利菜系 还有泰国菜系等等非常多 所以说不仅中国人喜欢 外国人朋友也特别喜欢 无特色不引进 非精品不会脆 正是紫薇路街区的理念和标准 在这里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您总能看到大量的俊男靓女 汇聚于此 意大利菜是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菜系 紫薇路上的一家 意大利面餐厅很有特色 这里的意面是纯手工制作新鲜面条 与常见的干面不同 手工意面的口感会更加柔韧新鲜 表面粗糙 表面粗糙是手工意面的一大特点 这样的面条具有超强的挂汁能力 可以大大吸收酱汁的味道 让意面吃起来饱满浓郁 比如店里的招牌拨浪面 有褶皱 口感筋道 提栏面是空心 酱汁充盈 这家店不仅吃得有特色 门店装修的色彩搭配 也特别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我们就是经常来这家店 他家装修也好 然后我们也是爱拍照 这边拍照挺好看的 因为平时现在也是住附近的 然后也经常在网上刷的这家店铺 感觉店里的装修还是挺棒的 在紫薇路街区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许多店铺 白天踏实一家餐厅 而晚上就摇身一变 成为了另外一副模样 餐酒吧 目前餐酒吧 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业态 正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它不仅融合了传统餐饮与酒吧的元素 还通过独特的商业模式和场景体验 为消费者提供了全新的消费选择 比如在这家餐酒吧里 你还能感受一下开盲盒的快乐 你只要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样的风味 或者说你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我就可以帮你做 这么神奇的吗 我说心情就OK 那肯定的 我现在应该是比较放松 很开心的一种心情 调酒师简单和您畅聊几句后 便会使出看家本领 为你送上一杯专属特调 它这一杯端在我面前 我感觉好像艺术品 有点不舍得下嘴啊 就是它现在距离我这个距离啊 就闻到的先是这个橘子皮的这种香甜这种味道 然后呢又是这种丁香微微的香味 对 餐酒吧的创新形式 其实更像是在繁华都市中的惬意小些 听着音乐 抛开酒精与正餐所附加的正式感 让消费者享受恰如其分的休闲 同时打造出一个先行的消费场景 以调酒盲盒作为引流款 吸引人气 随即带动其他附加消费增加营收空间 一条石板路千年瓷器口 在重庆这座网红城市中 潮流街区自然不在少数 但同时这里依然还保留着许多古建 而瓷器口老街就见证了重庆这座城市 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 瓷器口老街它始建于宋朝 但是很多建筑大多都是由清朝保留至今的 而且瓷器口它衣衫放水 就有很多人称它为小重庆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感受到当地的历史文化 还能品尝到特色小吃哦 来到重庆 必然要感受下国家级飞移川剧变脸 在瓷器口老街不仅实现了边看变脸边喝茶 还实现了把川菜搬进戏院里 时不时的还能和演员们零距离互动 近距离观看变脸表演 除了有飞移以外 瓷器口老街的历史也非常厚重 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室内动态 沉浸式表演剧场 不同于常见的舞台剧 为了实现用高科技讲好英雄故事的目的 创作团队特意设计了一座高科技剧场 来呈现这台演出 大型红色舞台剧《重庆1949》 以1949年重庆解放前夜为历史背景 从更大的时空维度 更广阔的历史视角 演绎红颜经典 在线那段波澜壮阔 感人至深的红色革命史诗 将整个故事的线索布局在瓷器口 沙平坝乃至整个重庆城 是那段风云激动的红色岁月 在前所未见的八地立体时空光影里 呈现出极具震撼性的沉浸式体验 我就觉得就是跟我以前看的舞台剧 就是完全不一样 它的不仅和舞台非常的大气 很炫目那种感觉 这种跳脱出传统舞台剧风格 融入科技化 让消费者完全沉浸的新消费场景 还围绕剧幕设计了多种文创产品 比如冰激凌 钥匙链 手帐本等等 也深受消费者喜爱 今年以来的话到目前为止 我们接待的那个游荷数量 大概在六十万人以上了 对 然后日均的话像暑期这种节假日节点 基本上每天会在五千到六千人左右 然后日常的话大概在两千到三千人左右 在此起口还有以麻花为主题的博物馆 光是口味就多达三十多种 更新奇的是 商家还将麻花的历史搬进了店铺中 在这里您不仅能上手体验做麻花 还能清楚地了解有个麻花的故事 这位呢就是我们麻花的祖师爷 他是麻花的发明人 就是柴文静 他是新汉末年的一个丞相 柴文静当时他是为了救刘秀 然后把那个面团和油做了油炸 这样便于宝丛 在这家麻花博物馆的二楼 就是记载麻花历史的地方 从最早的麻花叫做韩聚 唐朝时叫聚圣奴 明代时叫散子 最终到清朝时叫叫联邦 清楚地记载了麻花的名字和形态 也是在依托技术不断地演变成长 现在这座麻花王国中 麻花的口味不断增加 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 商家还创新出了不少奇特的搭配 这个是那个菠菜麻花 这感觉每一样创新 都还有一点点的黑暗啊 对 这次嘛 现在我们在创新 也要用年轻人的语言 去跟年轻人做一些对话吧 所以我们的麻花的创新力度 还是比较大的 它最后就是回味 能有一些淡淡的这种菠菜香啊 但是呢 它这个菠菜味 又是让人很好接受的那种味道 我就吃进嘴里面 我觉得很清新 重庆是一座多元化的城市 近些年为了促进消费 也推出了不少新消费场景 洞穴经济就是其中之一 在重庆啊 有一种新的消费场景 洞穴经济 那可是非常的火爆啊 没错 现在的防空洞呢 又化身多种形态 重新上岗 除了很普遍的火锅 和防空洞的结合以外 防空洞书屋 防空洞菜市场等等 都各具特色 没错 陈宇 你看现在已经到晚饭的时间了 要不我带你去尝一尝 开在防空洞里的火锅吧 好呀 走吧 这家防空洞火锅可是大有来头 整条防空洞高6米 宽6米 长520米 占地5000平方米 相当于6个足球场大小 在这里有218桌 可以同时容纳1300人用餐 不管是错落的吊灯 墙壁的话语 还是一人时的隐秘空间 无一不体现着商家的用心与细节 不过这家防空洞火锅 还有些特别之处 他们引入了不少智能化设备 比如24小时雪糕柜 送餐机器人 智能炒饭机等 不管是场景还是服务 都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少新奇体验 我就感觉今天在这个防空洞里面吃火锅 第一它这个场景特别的吸引人 第二我就觉得特别有烟火 其实在这感觉一进来 我就特别的放松 也有可能是跟要大声喊的说话有关 然后把所有的压力都释放出来了 所以说在重庆的防空洞里面 吃重庆地道的老火锅 真的是一种享受 这片区域一共有18个防空洞体 承载着不同的液态 比如火锅在四号洞 而在旁边的一号洞 现在已被打造成了一个住农空间 防空洞被篓菜市场 这里地处中心城区 又引起独特的天然阴凉条件 并且还不用担心刮风下雨 为菜农们提供了极佳的售卖环境 也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买菜 来重庆 当然必不可少的就是到南宾路赏夜景 在南宾路的彩虹集市 不仅涵盖了各地的美食小吃 还有儿童游乐区 首座文创区 每到晚上烟火气与潮流感在这里 您都能感受得到 吊龙这种食材在火锅里很常见 那用吊龙穿成串烤着吃 您尝试过吗 据说这吊龙肉串一天能卖出一千串 那它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好嫩啊 我感觉不像在吃烤串 特别特别嫩 而且它的汁水非常的多 就是感觉停不下来 在彩虹集市边走边逛 有一个摊位非常受欢迎 售卖的是咖啡豆首串 每天只做三十串 供不应求 从传统的简约款式 到时尚的潮流设计 每一款都是摊主的独家定制 那咖啡豆首串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它的作用就是提神 然后另外一个它有独特的香味 就是满满的咖啡香 我觉得你这个戴在手上 你看它不仅特别好看啊 然后它还特别的香 就感觉像是随身带了一个香包一样 近年来 重庆大力推广夜市经济 给众多商家也提供了新消费场景 重庆聚焦夜味 夜养 夜赏 夜玩 夜购的午夜生活形态 不断丰富夜间消费新夜态新模式 不夜重庆也成为城市消费的一张亮丽名片 重庆凭借着其独特的地理风貌 丰富的人文景观 以及多元化的美食文化 成为了国内乃至国际上耳熟能详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从洪牙洞的璀璨夜景 到长江所到的惊险刺激 从解放碑朝天门商圈的热闹繁华 到慈禧口老街的历史韵味 每一个角落都彰显了重庆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 绝对是一座值得你用脚步和心率来丈量的城市 没错 作为一座拥有深厚文化底蕴 跟独特自然风光的城市 重庆正在通过打造城市IP 创新消费场景等措施 不断塑造自身品牌形象 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的关注 2024中国魅力街区打卡重庆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 为您特别报道